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裘其主意頻道 今天心引起來到泰智阿蘭街 打算吃肥公車仔麵 但是為什麼這樣呢 沒有來一陣子 沒有了 問問附近的街坊 看看是不是搬了新店 我想問一下 肥公是否搬了 我搬了轉彎位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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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我一跳 原來搬了 如果沒有了就可惜了 我很喜歡吃他們的車仔麵 原來搬出來這個位置 維景酒店的對面 現在3點26分 仍然是有人排隊 對呀 我已經故意過了吃飯時間才來 好 排一下吧 看看價錢有沒有變 好像加了少許 最低消費35元 麻煩你粗麵韭菜 一個粗麵韭菜 對呀 很好吃 我去檔口的擺設 和舊舖基本上好像沒什麼分別 大腸 逆尖 逆尖 豬肥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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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豬肥也要 阿豬肥也要 翼尖 和魚蛋 雞蛋 多蔥 多蔥 謝謝 這裡是一個麵一個菜四個菜 加起來是$59 價錢不是十分便宜 但份量真的很足 現在的座位 大部份都是單排 類似巴桌的座位 長桌只有一張 我選了一個巴桌的海餐 近鏡看到 菜的份量很足夠 我很喜歡辣椒油 不太辣 但很有香味 來到這裡一定要試 我自己有一個奇怪的嗜好 就是喜歡辣椒油加甜醬 不知道有沒有觀眾 跟我一樣喜歡吃車仔麵 另外一個我來到這裡一定吃的 就是它的滷水液沾 它的滷水很入味 而且液沾的份量也多 有很多 另外豬肺也是我必吃的項目 它入味又不會太軟 還有一些咬口 我是蠻喜歡這種質感 這裡的大腸都蠻出色的 又是不會太軟 又有少少焦頭 所以我來這裡都一定會吃它的大腸 麵方面我個人喜好喜歡吃粗麵 因為它沒有那麼快軟 所以我可以慢慢吃 否則吃得慢 麵吸收了 湯汁都淋了 就影響了咬口 現在變成像巴桌一樣的窄位 會比較逼潔 但味道沒有變 仍然保持到 吃完仍然是有滿足感 而且它也很好 無論什麼時間都有人排隊 厲害厲害 好 今天介紹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頻道 希望你可以訂閱 和按通知鈴鐺 才不會錯過影片更新 多謝大家